我們如果把這一場往前推搜 最有名的1999年 那時候李登輝總統的事情 也召開過全部是說來可以 那要為什麼 全部是把關鍵的關律師跟法律學者來參與 所以大家對那個改革的決議跟事項相對陌生 後來更被弱勢的事情其實有 但是不管怎麼 因為碰到一些困惑 這困在哪裡 就是很多詩改的事項 不是只有司法院考部講的算 比如說學考訓用 我們講跟考試院有關 考試院可以讓他在這裡面留 那立法的相關的作為 也需要社會各界的支持 所以1999年那個時候沒有非法令 很多的政府機關也沒有在裡面 那這個很遺憾 1912年這次就獲勝要來 所以的結果很難說是已經成功了 那正因為有不足 所以要虛心檢討 怎麼做呢 2016年約很大 總統請出來了 李登輝總統那個事情 其實有期待 李總統當時可以出面來召集 但李總統很客氣 李登輝總統講的 你不能說完全錯 他說這樣會不會讓外界感覺我介入死嗎 干涉死嗎 其實不會 因為我們討論是政策 不是同一個啊 而且在總統的高度來說 可以宣示一個政治上的議治的時候 蘇航派來一點 所以總統親自擔任召集人 以總統的決心跟高度 不只法律人 又非法律人 這個機關代表 一萬 總共一百零一個委員 不是法律專業的人 多少人 五十一個 都都客戶給錢 要讓非法律人代表 多元法律人代表 那分組去進行討論 所以所有的這樣一個特色在哪裡 由下而上 希望夠客界的代表 要去參與 多元對話 跨界合作 各位 這一次的事實上 可能會有點決議啊 跟1992年 有一個大部分 就是他那個跨服非常大 比如說 今天為什麼會有衛服部 代表在哪裡 那今天為什麼諸多的決議事項 沒有衛服部不太滿足 也有教育部 剛才講法學教育 教育部也不能缺席 這個浮度跨服 行政院要用一個跨部 會有這樣的工作效能來做 甚至要跨院 剛剛講的 考試院、行政院、司馬院 最近對法律人的學、考、訓用 什麼在法學教育上面的問題 法律的專業考試的問題 訓練的問題 還有認證的問題 一連串 每個環節 三個月都會牽引到 每個環節要一起協力上方 所以現在大三月 有一個大的協討 有一個環節… 當你絡這些東西 我保護… 有一個環節的答案 真的要解決 是看法 Days 有一個問題 我會提engo